下一位李卓人議員 當然大家都知道 你沒有一個地在古洞、墳嶺北那邊 但問題就是 整件事你所和新鴻基的關係 其實都很清楚 當然這也是香港我們功能組別議員的問題 可能很多功能組別議員和財團有千屍萬樓的關係 就是因為 其實這就是一個正正 現在香港政制一個很大的問題 根本是被人看到立法會本身就是利益集團的一個 大家的代言人 大家的代理人全部在這個立法會裏面 不過今天不是講政制 但我覺得你的身份只不過是香港政制的一個結果 所以都是整個功能組別議員 可能很多都會重複你的問題 好了 那你自己的問題主席 就是你本身是數碼通的一個董事壽新的 然後數碼通就是新鴻基 整個鼓動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根本整個發展 我想政府都要承認 其實根本政府是幫財團收地多些的 不是真的只是建公屋那麼簡單 而是根本是幫財團去收地 讓財團在那裏可以發展 好了 幫財團收地 那你又是其中一個財團附屬公司的董事 那其實你又和財團 你不可以說沒有關係的 就是主席我不知道你和新鴻基吃過多少頓飯 到底他委任你做董事的時候 就是跟你談了些什麼 我們全部不知道的 還有這些東西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名詞 主席 叫做延後利益 那也得我自己發明多的名詞 不如 很多東西是盡在不言中 好了 那這些東西 當然你可以說我們在陰謀論 那樣樣樣 但是無論怎樣 盡在不言中 延後利益 公眾都是很應該或者很容易 有這方面的合理懷疑 那如果公眾有這方面的合理懷疑 而是你又主持過會議的話 那也更加令到大家公眾會覺得 你影響整個立法會 令到立法會本身 應該中立地去看待一個議題 而不能夠中立地去看待 因為那個主席本身 是背後和那個財團有一個關係 但是主席又事實上有很大影響力的 雖然我們好在行好 我們有議事規則 有時都可以監管住 但是有些地方 我不知道主席你什麼時候殺出來 五分鐘又減到三分鐘 三分鐘又減到兩分鐘 兩分鐘又減到一分鐘 然後隨時不讓人問 那你是有這個權的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不適宜主持這個會議 是